新一季的英超,明晚将会开播 星期五晚,香港时间半夜三点 开罗战将会是曼联主场迎战富咸 很多朋友问会不会做英超前瞻,预测那些 是会做的,但是今季没办法,大臣就没空了 你知道大臣很忙的,大臣已经很忙了 踩播台也好,就已经很忙了 总之他就忙了,做不到就没办法了 只有我一人吧,就跟大家 叫做Round up Round up下今季的20支球队 大约看看有什么看法 事不宜事 会分开两集做的 先说明 分开两集,十队十队 也是很Random的次序 这次序是Random的 就不是说那些由上季的排名一路跟下去那些 不是,不是的 你认为那些球队可能放在中间,有些可能放在尾 也不出奇的 即是没有一个既定的次序 大家不要想着 眼省就说说完这里,比如说完曼城就说了阿仙奴 然后就说好,不是 不是跟上季的联赛榜那样并不是的 很Random的 所以大家就 两集都看完了 希望尽量看完,我都会分开 尽量会分开 大家知道 想听那对球队 你自己 很想听那对球队,在第几分钟里有,我都会尽量做的 好事不宜次 第一队先 曼城,上季冠军 曼城上季冠军 已经不惊不觉 英超已经是四年冠军了 英超四年霸,他已经是史无前例了 第一支英超球队可以这样 是四年霸,连续四季都会获冠军 上季的曼城 铁洛 一直跟阿仙奴 一直是争取冠军 曾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记错了 曼城如果要真正上榜首取得的位 是在尽尾那几周 尽尾那几周才是上回来的 完全有个优势 领方一直赢下去 拿冠军 但又是那句,曼城去到季尾阶段 真是下半季开无双模式 真是遇神杀神,遇佛杀佛 上半季也说有些不太稳定 但是一直 真是去到下半季 踏入下半季一直 不断取分 至少 至少他们 应该要取得三分的那些 在强强对碰 例如对车路士,对利物浦,对阿仙奴那些 不要紧,至少不用输 先取得分 再看看利物浦和阿仙奴的失分 曼城果然最终 91分 2分之尾 力压阿仙奴就得到联赛冠军 成功 同时间 上季也入球最多的球队 96球入了 比阿仙奴还要多5球 曼城 其实上季也是输三场球 不太多 一贯也算是稳定的表现 所以曼城本身的人脚也是不差 大家都知道 就算上季 迪布尼伤了半季 之后夏兰特也在上季 有段时间也刷了 下季也顶得到 下季出回来的时间 大家明白什么事 再加上科顿 诺迪的爆 状态越来越起 到尾越好 这就是曼城最恐怖的地方 再看看曼城今个夏天 他们在转会市场方面 其实他们 投入不太多 严格来说只签了一个球员 截至目前这一刻 你别说曼城出了街 突然间签了一个 杀我一个措手不及 没得说 起码录影之时 仍然是签了这个沙维奥 严格来说这个沙维奥 可以说是 内部升职 因为他本身是 特努雅 特努雅 然后上季借了过去 西甲的基罗纳 基罗纳成为了 欧洲一路的骑兵 这个沙维奥 绝对是一个主力 进攻主力 很重要 表现也很好 所以 吸引到曼城 马上就签他回来 当然 借账 外借收回的那些 就不算了 如果真正的新球员 就有这个沙维奥 这个沙维奥 你看到他刚刚那场 对着曼联那场的 社区盾 其实他后面进来的表现不差 不差 球感和技术挺好的 而且他也是盘扭多 但是起码他那种 你看到真的跟杜鼓有分别 实际点 起码向前 实际点 杜鼓的一尾 垂底头就死去 沙维奥 不是的 足球智慧那方面 真的好 反而你说离队的球员 有些勇员是不要的 比如 这个沙维奥高尼斯 签了回来 几季 也没什么用的 就送他回来西甲 黄蘇那里 接着两名的 亲生子 那些清奋 在曼城清奋一直打上来 不断外借的 夏威比利斯 还有 Tommy Doyle 都脱手了 借了出去 人家適用的 卖了去 套现 再加上 最近 最近 就 卖了 阿根廷前锋 埃华里斯 去了买体会 收回 暂时收回7500万欧元 再令监 随时 浮动条款 随时加到 收多2000万的 随时会 你可以看到 晚成其实老实说 嗯 哥迪奥纳放得的话 真是计算了 我明白有些 有些球迷会觉得 哎呀 没有了艾华里斯 那怎样 后面那方面 不妙 但万成从不缺人 哥迪奥纳计算了 他计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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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重要 我不会 可惜 更加觉得 不阻挡你发达 让你走 对于他来说 他一定计算了 未有几可会看到 他放地步来 对不对 不会嘛 所以他觉得 艾华里斯 这个角色 在晚成 不是无可取代的 那就放吧 的而且艾华里斯 是万成的角色 虽然他入球不少 但很多次都敢上天花为主 他在万成始终 也拿不到一个 主角的位置 我们之前那几条片都出过 做不到主角 不可以围着他而转 整队 所以反而他去马帝会 有机会可以做到 所以 哥迪奥纳 送他走 然后拿回够钱 还好 还实际 正如说 刚刚 万成就赢了社区盾 表现其实严格力 我真是未上力 不过这个典型万成 始终都是一个季初 季前 季初那些 万成一向都是季前季初那些 都是没什么上力的 是要到永远往往 就到了一、二月的时间 就开始发力 下半季发力 但是你又不要这么说 虽然他上半季未上力 但是他上半季 也不会让你脱太多 起码也会留下头三位 而且距离你的榜首 他落后 一定都是那几多 最多10分以来 即是 我朋友阿思思都说 不下一次说 如果万成 你去到 二月的时间 你都抛来不到 他去到12分以上 基本上没有了 联赏冠军你没有了 他都是被万成后想 盖上来的 因为这段波的心理质素之 除了人脚竞之后的心理质素 以及 奪贯经验的流放 做得很好 真是 几季时间 已经证明给大家看了 这季万成仍然应该是以众的进攻组合 迪布尼 科顿 夏兰特 就算迪布尼年纪又再大一岁了 但是始终他在万成的重要性仍然 暂时也看不到有谁可以取代他 所以说一句 科顿也好 也不是迪布尼那一匹 也不是迪布尼那一匹 所以迪布尼仍然 是这么重要的 那么 你看到 夏兰特 有迪布尼在 和迪布尼在 是差很远的 有迪布尼在 哇 供应源源不绝 夏兰特 不愁无波入 当迪布尼不在 夏兰特就踢得 特别辛苦了 当然 但是 万成就不会打一两个球员 还有 科顿 甚至乎 洛迪的后想 都是贝勒杜斯华这些 这些主力 一概都留队 没说走的 所以万成的战力仍然在 而最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万成 有没有新人可以上来 譬如 在社区盾有份上阵的 麦卡迪 阿波 阿波 等等这些球员 以及 Rickle Lewis Rickle Lewis 逐渐也获得越来越多上阵的机会 开始越来越成熟的时间 能不能把这些机会真正上位 这也是大家很想知道的 很想看到的 也很值得大家留意的 这个随时会成为万成的新血 万成的新的战力 这一季 似乎 不足有消息 就说哥迪奥 应该教完这一季 因为他的商匠 去到25年 6月30日 就结束了 有传 哥迪奥 去到约 这一季就 不玩了 就不玩万成 那会不会 万成会有影响呢 不知道 但是你问我 今季冠军我还是贴万成的 一来 夺冠的经验 人脚 那些心理质素之外 很可能是哥迪奥拿 最后一季是万成 而这件事也令到他 他无论 扭进入任会 无论也会得到联续冠军 五年霸 就算拿完之后 然后他走回之后 万成就算有段时间 可能要职业未上回来的时间 都没人能破到这个纪录 还要你五年霸 如果是由哥迪奥拿 带起的话 即是由他开始 去得到这五年霸的话 就更坚了 所以 真的 你问我的话 这一季也是万成高一点的 今季也是 即管看看是否高得 我来上一季 如果是 更加 会 一定会 取得盡 不是也好 还是万成高一点的 暂时看你 第二队是 韦斯咸 西咸 就是 东伦敦的球队 韦斯咸 上季韦斯咸 排第九 38场就52分 排第九 没有欧洲赛踢的 上季他们都是 欧洲赛那里 在欧 霸杯 但是最终就没记错 好像是 8强 就出局了 最终韦斯咸 这一季就没欧洲赛踢了 但是 今季韦斯咸有点变动 因为过往 过往几季 带领韦斯咸 甚至在前季 带领韦斯咸 拿到 欧协联冠冠军 的 莫耶斯 约满就来了队 就由 努帕迪古 来到 走马上任 努帕迪古何许人呀 西班牙那个 就是 教过狼队 也带过西维尔 拿过西维尔杯冠军 就是欧巴杯冠军 也短暂带过和马 也是和马史上其中一个 比较短命的教练来的 很快被人解除了 而最出名的就是 他曾经带过 西班牙 准备踢 2018世界杯 但是在世界杯之前 因为被人读爆了 他就 瞒着西班牙捉种 就答应了和马过端 这样 那么 最终就 落了西班牙捉种面 西班牙捉种就在世界杯 开幕前两天 开幕前两天就兜了他 炒了他 最为人熟悉了 其实努帕迪谷那套球和耶治当然有点不同 虽然努帕迪谷也是打防反为主 带着西咸这些球 但是他更加讲究用球的方面 以及用中后场开始慢慢插上去的组织 就不同耶治 永远的波又放两边 或者打防反 纯粹突击 前面一个直肆或甚至用一个长拳放上去 就是查诺宝云 Antonio 奔娜 奔娜 去骰 他又不是的 努帕迪谷 绝对不是的 所以 这件事 接下来也挺有趣的 如果努帕迪谷教的话 就想看看 韦斯咸 他的看法有什么改变 看回韦斯咸 今个夏天 就签了很多人 签了很多人 而 卖酒的有什么呢 卖酒就是 丹斯 借了沙林顿 帮沙林顿成功升班 之后被沙林顿买断了 然后就是 奔娜 奔娜 去了利昂 就是 泰鲁基娜 亦都是 被这个 莫纳哥买断了 接着就是 奔娜神 亦都药曼尼加盟了 这个星班牙的 业势位置等等等等 这些 那么多球员 都是 来队的 刚才所说的上述那些 似乎就不算太适合 这个努帕迪谷用 如果 已经签回来这一堆 其实 韦斯咸 在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夏天 他们 用了超过一亿 接近一亿五千万欧元 是签了不少球员回来的 当中 哇 起码这七 这七子先 对吧 包括富高洛 德国中锋富高洛 法国的后卫 托迪堡 在曼联过来的 雲比沙卡 亦都在贝迪斯 阿根廷的房中的一个古道罗的股司 接下来的 接下来就是 在列斯团签了 Summerfield 过来的 接下来就是 狼队签的中坚 Qman 还有 三号门将 好了 韦斯 这次球员回来 其实明显是他们 在战术方面 努帕迪古似乎 跟 总监 史坦迪 大家有沟通过之后 就是想有点野心的 你看到 古道罗迪古斯 做个防中 即是他 起码会哭到 和推到 那个波上去 你说他可能 做一个艾华利斯的后备 或者做轮换也好 这件事起码 当艾华利斯有什么事 要停赛 或者受伤之后 起码会有个 差不多 再用的球员用下 而不是强行拉一个 完全不熟悉的位置 的苏石 去顶 那不是的 是吧 接下来 Qman 亦都在狼队那里 可以 叫做粗中大幼 这个都可以说 接下来 接下来 亦都可以 叫做 防线 就是叫做 refresh 防线 重整防线 因为 防线 过往 你看到什么 奥邦娜那些老了 猫哥 桑马 其实都已经 不惊不惊 年纪都不算小的 已经 都三字头了 接下来 还有什么 格列多顺 这些来了 格列多顺 这些 接下来 基士维 这些更加不用说了 更加老了 摩洛哥的 阿加特 这个是常常伤的 你看到这些 其实是需要重整防线的 所以托迪堡 Qman这些过来 其实 对于韦斯咸来说 是必须要的 这个是必须要签的 还给沙卡 来到之前有条片出了 韦斯咸来说 韦斯咸来说 这个位置都需要 升级的 因为 古法奥 都是 那些 眼翘眼马 的右 但是水准 很不稳定 所以 所有东西 位置上加上 富高乐 一个中风高大中风 做个处等 在前面停 或者 再接应两边 打反击的 他又可以 叫做 推多两脚都可以的 所以 种种的迹象 再加上 球员的质素 无论托迪堡 云比沙卡 甚至是 古道洛迪古斯 富高乐 都有欧洲赛经验 有大赛经验 实力方面 亦都比起 之前的球员 再配合 就算 就比之前走的那班 是为之 叫做再好点 甚至再配合 留队的 苏石 大陈爱唱 华特鲍斯 查洛保云 等等 这些球员 其实 实力方面 是有真无减的 所以这一季 老实说 韦斯咸是有力争取欧洲赛的 有力争取欧洲赛的 当然啦 不是欧联 我所知欧协联 甚至欧巴 或者在杯赛 如果表现稳定点 在杯赛 都可以争取 成绩回来看看 第3个 是什么 巴勒顿 巴勒顿 上季曾经好过的 上半季好过的 但是 去到下半季 就开始回来了 最终排第11位 38场48分 今天排第11位 巴勒顿 上季最主要的原因 真的是 在双兵 双兵问题 比较严重 以及他们是 双线作战 因为有欧巴在手 以他们的班底 要双线作战 是无疑的 负担是比较重的 再加上 很多球员 一双起上来也挺麻烦的 比如伊云 费甲逊不断 断断做续双 灭托马 三仙分也是 三仙分的手伤也很重要的 这件事令到 白里顿 好像前面 好像没了一边 而最大的反而是马治 其实个人觉得马治 在季初 的狩猎 这么快已经狩猎 重伤狩猎 是令到白里顿的侧击 是严重 是打乱部署的 可以说 最终白里顿第11位 叫做 中游位置 叫做过关 成绩不过不失 成绩 那今季白里顿 今季有新教练上入 因为迪沙比 理队 去了马赛 发甲的马赛 白里顿就找了什么呢 咦 找了一个少岁 只是31岁 Hersola Hersola 德国籍的教练 刚刚上季 带领圣保利 重返德甲 在德月那里 成功得到 升返资格 今季重返德甲 接着就过来这儿 Hersola 也是那种 赶球 控传 以及在前场迫抢 老实说 白里顿找得的教练 一定是适合这套球的了 他们 在体系型的球队来说 就不会 无端端端 弄个椰子过来教的 他们明知 难道 不适合踢也要来吗 对不对 所以就找回Hersola 踢回那套球 就是 理念就对了 能不能散开 真是不知道 真是不知道 笑碎 来到英超 有几多个成功 大家有目共赌 还要你这么年轻 其实有点冒险 不过白里顿 一直都富贵险中球 所以我觉得 不妨先看看 再看看 这个夏天 白里顿在 买入和买出 都有不少动作 其实 都不少动作 当然 最主要看回 反而 他买出了 离队的球员 真的不是什么 拉拿拿的老将 也不是说 安达夫本身 已经是不受重用的 借了出去的球员 就是这些 又或者是 其他什么 外借了出去的 帮拿拿拿的 不是说这些 而是 帕斯加哥罗斯 这个老将 祸往多贵 帕斯加哥罗斯 在中场 无论在 扑达 或者 是在 迪沙比的肺下 他都担任着一个 很重要 很重要的角色 在后场 中后场控制着的节奏 去组织后上进攻 甚至乎他什么位都打过了 杂位也打过 左右杂也打过 防中也打过 翼卫也打过 进攻中场 甚至乎连翼也打过 都交到功课的 这个老将 大器晚成的老将 但是 过过几季 是白礼顿的 阵式里面的核心位置 好了 现在来了队 到底白礼顿 有没有球员可以取代他呢 这个 真是很想看下的 你说热身赛那些 试过很多 但是似乎 不是很奏效 包括 连翼得碰着水 亦能着 他这么伴随的 密斯威法 也试过用了 老将的 尖线米娜踢 但是效果 始终 很不一样 到底白礼顿 接下来 在缺小 帕斯加哥罗斯之下 表现如何 我个人觉得 新教练 你说 趁机在这段时间 那就是 走了个老将主力 那么 由新教练再去 游头出英国 都没有说不行的 但是 适应期 就是个人觉得 白礼顿的成绩 应该跟上季 差不多 他们虽然说 没有欧洲赛的 资格 但是 都是浮游在 9 10 11 这些位置 应该也是 似乎白礼顿也是 可能 叫上半季 拿够分 下半季 又慢慢试一下 一早就放假模式 就是 预计9-12位左右 第四对 纽卡素 东北球队 纽卡素 纽卡素 大家都知道 自从沙地财团入主了之后 一夜发达 暴发 大家都以为 很多球星来吧 是无数之不尽的金钱 应该可以 喜欢签哪个就签哪个 可惜 现在的条例叫做什么 FFP 或者PSR 那些 财政公平条例 纽卡素 你看到 纽卡素 都要计算过度过 甚至乎要卖下人 尤其是 上季纽卡素 最终排第七 38场60分排第七 没有欧洲赛 还 他们在欧联 分组赛出局 虽然表现不错 但始终内行实力方面 在死亡之组 最终都突围不了 分组赛出局了吗 好了 今季纽卡素 没有了欧洲赛的backup 自然 收入也大减 虽然老闆大把钱 老闆大把钱 还大把钱 但是他们也要 违回数 做好一条 所以 他们在 球员买卖方面 是做这些事情的 譬如 他们买了什么 就放了两个 可以说都叫做 两个清分球员 包括 艾利诺安达神 和 文达的 那两个 整个 套现了 7千多万 7千多万 当然 之后也买入了 比如这个 车子的 路易斯赫尔 然后在森林 签了希腊仔的 龙门 华祖迪洛斯 然后也在 石菲园签了 丹麦的 年轻前锋的 奥苏娜 免签了 莱特基利 和老牌门将 老牌门将 露迪 等等这些 老实说这些 免签那些 有些適用的 用来就叫做 不时之税 其余 赫尔 純粹是因为 你和车路士 那时候说了 先借后买的 那就是 买断了 其他 奥苏娜 应该是后备的 轮换的位置 华祖迪洛斯 大家会觉得 阿尼罗安達神 买到 三千多万 你再看 华祖迪洛斯 二千多万 其实 阿尼罗安達神 也是 卖了千多万 最主要是 做好盘数 阿尼罗安達神 清分出身 零成本 那方面 就只赚了 四千多万 那反过来 森林也要 无端给了 然后又怎样 那你就买回我的 华祖迪洛斯 你用回二千多万 那我最终都是 一千多万 买你的 阿尼罗安達神 那很多东西 所以你看到 纽加苏虽然有钱 他绝对 老闆有很多钱 求会有很多钱 奈何有钱 不可以 那里要死 就是 老实说 纽加苏虽然人脚 如果要在英超 争中上游 他们人脚也不差 那艾迪赫维 带领之下 令纽加苏虽然 踢得挺有新气 不过艾迪赫维 真是典型英格兰的教练 去到重要关头 总是偏向保守 或者不得果断 上季有几场看到 最有深刻印象 季初对利物浦那场 明明打多别人一个领先一球 就因为一来九攻不下以来 就不得果断 不压上去 有些位手位美 越踢越位手位美 被利物浦叫做 困出去一压上来的时候 立即打乱张 比利物浦就连队两球 反胜为败 这件事也是看到艾迪赫维的功力 始终还是距离一线的领队 还有一段距离 艾迪赫维 勾过杯之后 收夫基下台 一道有传艾迪赫维会接掌 但最终艾迪赫维选择离队 这也是可以稳定军心的 纽卡素今季依旧依旧 以上季的班底为主 首先手要条件就是 不要被人拆骨 尤其是古马雷斯这些 不要离队 早年来的那些 还有等到了 未来的东拿利 将会复出 对于纽卡素来说 中场的调度方面 真是 可以说是强心针 差很远的 很大帮助 就是东拿利 当然了 自己也删成了 不要赌了 赌不太多干嘛 就是 所以 未来的纽卡素 应该难保 欧洲赫维的后顾之优 负担 虽然人脚方面 未至于增强了很多 但如果你说要欠 欧协联席位 是绝对有机会的 是可以的 欧联就问了些 我觉得 亦是停留六七位之间的 第五队 水晶宫 水晶宫 上季排第10 38场49分排第10 中游位置 很快就已经互级成功了 水晶宫 其实一直被人感觉都是 互级分子 去到下半季 三四月左右互级成功 然后就开始放假帽 水晶宫上季经历过缓税 可神爷爷因为身体问题 最终 去到下半季 就没有教了 曾经带领 弓兰克福 拿过欧霸冠军的 加士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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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两场波时间 大约 很快就已经将水晶宫 融入了三中间的阵式 三四三 而且球员织行到 织行到 是有机会冲这欧洲赛 但是经过这个夏天 已经有点粒水了 我都觉得水晶宫弹球 浮沉在 纯粹 胡级成功已经算好了 继续打回形 又没有打回形 可能十二三位那些就已经OK了 为什么呢 你看回他的转会那里 他转会那里 你看到他们 有入货 廉田大地 跟回加士娜来银食也对 有日本林柏特之称 就是这个廉田大地 接着还有什么呢 就是这个 伊斯 伊斯米亚 沙瓦 伊斯米亚利沙瓦 钱乌福特的易峰 也在马赛来头 等着这些 其实是适合水晶宫用的 这些绝对适合的 但是最糟糕的 是跑掉的球员 跑掉的球员 其实最主要只有一个 就是 奥利斯 其实这个暂时看上去 你说签了沙瓦回来 不觉得沙瓦可以取代到他的位置 奥利斯 上季真是 真是光芒四射 你看他踢下去 虽然其实 上季都很多时间 因伤就缺阵 但是他一上阵的时间 真是交足功课 那些的盘扭 那些控制着球员之后的 那些传球的传送 甚至是射门 那些 全部都是做得很好 你看到今个夏天 奥运今届奥运他带领法国 法国前面基本上是打他 就是 真的打他 就是 如果不是他能不能进入血赛 所以奥利斯的离队对于水晶宫来说 其实也挺大打击的 所以 为什么我收回应该可以冲击到欧洲赛呢 因为奥利斯 奥利斯再对比 虽然艾斯上季也好 他一阻一阻 好像两个都踢得很好 外形也差不多 但是再看回欧洲赛 败斯 在球伤和足球智慧方面 真的不是奥利斯那一阻 所以奥利斯的离队 真的影响大 还有另一样东西 就是现在有传 股嗨 就是他们后防的中坚股嗨 将会 现在就被纽卡素盯着 当然了 水晶宫就觉得 叫价就不理想 所以就先拒绝了 拒绝了 扭加素又处处进逼 不断的报价 再报新的价 若然你留得住股嗨 在防线方面也OK的 若然他一走的话 那你就糟糕了 已经开波 又要再夹过防线 那就不是那么容易的 股嗨虽然说刚刚欧国杯的表现 就不一样 有些好像 不多久班的款 但是他踢水晶宫就OK的 过去几季水晶宫在防线那里 是很大作用的 他拍着左肩姆安达臣 两个跌波 可以说是一干一油 所以 股嗨真的重要 在防线方面 所以水晶宫 你问我如果以这样的人脚 也是 12、3位左右 冲击欧洲赛 似乎 就不行了 除非你在未来的这个球季 又报起了另一个奥利斯 这就有不同的说法了 第六 要说的就是 枯咸 即将会 开罗战出击的枯咸 枯咸上季排第13位 38场47分排第13位 枯咸其实一早就互级成功了 已经是下半季开始 就开始就放假模 所以 他们就 之后就在那里失分 但起码一早就够分上了岸 怕什么呢 第13位 在 马高斯华带领之下 富咸 踢出了他们的风格 也是 讲求地面组织 也很依赖两边 再分边分去两边 再切进来 再被两阶跌瓦上来 助攻斩出来 就在前面去涌 这个战术 其实挺奏效的 实际 奏效 是吧 马高斯华 也 过往他在英超 也是过了一季 过不了第二季 这次终于在富咸 找到他的天地 富咸 这个夏天 在买出买入的时间 其实 就这么说 他们买走了这个帕莲娜 其实对他们影响都大的 影响大的 因为帕莲娜 这个葡萄牙中场 就是去了拜仁 现在就是 他在这个 中场上面的 拦截 那些 还有 拦球碎那些 什么叫做粗中大油 就是这些了 即是他可以很狠 即是 干中大油 他可以很狠地凉截 拦截之后 怎样再用这个球 去转手为攻 就很靠他的 那帕莲娜 就现在你看回 富咸震中 富咸震中有什么球员可以取代他 海里顺利特不行 打仔格 那 安祖斯帕莉娜 又是进攻的 所以暂时看下去 这个位置其实都需要加强实力 要增兵加强实力 然后 还有 亚特拉比奥 也是 FREE走了 约曼来了队 去了车子 还有 波比利特约曼 去了里斯特城 等等等等 这些球员 还有 又添联母 都走了 已经来了队 回到尾职 但是有这么说 签呢 也签了一些 对的球员 史密夫露维 在阿仙奴签了史密夫露维 这个球员 之前也出片说过的 他绝对 若然不是伤的话 他的成就不止于事 这个球员是好球的 但是阿仙奴现在无计理 伤完出来之后 打不回这个状态和时间 已经没有了他的位置 已经 所以来到富咸 不受武政选的 但是如果富咸的实力 没有了帕连拿的位置 暂时还没撑到的话 跟上季应该都预计差不多了 甚至乎可能会比上季辛苦一点也不出奇 就是 还有也看看 上季 状态大勇 蒙劳斯 巴西的中锋 会不会可以继续保持 还是一季货子的选数呢 谭发现一季货子还是能保持到水准呢 也可以看看 第七队就是狼队 狼队 狼队 上季一直都给人感觉 会不会都是一队 港班热门来的 没钱真兵 亦卖了主力 但是最终狼队不差 上季排第14位 很早就已经宣布互级成功了 狼队在加利奥尼尔的带领之下 打了一个防反 快速防反为主 奏效 也成为了很多英超在不同的球队身上 抢到分 但是这个夏天狼队似乎都 在转会市场方面 似乎投入也不是太盛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母公司 伏星集团没钱了 你还可以怎么办 签的都是签的比较年轻的 例如布拉加 罗迪高美斯 在巴西 8月签了18岁的优袖 帕道尼玛 上季借过来 今季买断的 曼城小将 汤米·Doyle 在中场 其他的卖出的 反而卖出了主力 狼队又要卖出主力 Qman 帕道尼图 只是这两个卖出都已经买了过亿了 过亿了 当中 Qman来队 当然 是一个 很伤害的 防线 真的靠Qman去带着防线 现在又因为 没办法了 需要钱 接近4000多万 买走了他 还有 帕道尼图最近都来了队 去了车路市 换来5000多万 但是这个也使得狼队在质击方面都有影响 虽然帕道尼图 上季都是伤得多的 但是当他一出到 落到场的时间 他的威胁力 真是你见到狼队 整条风扇里面 他真的可以 带到 带到球队的作用 就是 进攻的方面 所以他一来队 对狼队的功力也有影响 当然狼队打的 也是打整体的 前面都是Kawasan 胡拿 莎拿比亚这些球员 看看他们能否发挥到 继续发挥到的水准 如果能发挥到的 而且 或者 这几个星期 转会枪生之前 都没有人来队 不再有人来队 狼队 也没说不行 不过狼队也是要为户战 为户战 都是为户战的 看这款 随时可能 15 16 甚至17位 都不出奇的 好了 接着第8队 班尼茅夫 班尼茅 上季 伊拉奥拿大领之下 用伊拉奥拿大领 上季表现不错 最终排第12位 38场48分排第12位 今个夏天 班尼茅夫 迎来 应该就要 换血了 你可以说 怎样为之换血呢 令到他们开始有些主力的离队 都开始要 令到自己换 虽然也签了 买断上季的借账 多数都是 新尼斯达拉 换血迦 赢尼斯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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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从综全达克 赢尼斯达克 拉圭后卫的阿努组 但除了莱特基尼约曼尼队之外 最主要就是搬锚Garry Lee 就转了二次Garry Lee 蘇兰基 他们的首席射手蘇兰基尼队 其实蘇兰基上季表现是真的不错的 虽然我们常常笑勾他 即是说Garry Lee 但是这个大神爱将 上季真的不需要做多余东西 只在前面冲锋陷阵 负责入球负责进攻 就果然开阵他那一番 真是做了首席射手 也成为了搬锚是一个成功 很快有互渡级的功臣之一 但是今季终于就要离队了 暂时看下去 搬锚就暂时未特别为了这个位置而去增兵 继续圆有人脚 当然了 一天没生过赵美吹 一天还有机会 但是来到之后已经开季了 要够了 那又怎样呢? 可能季初搬锚的成绩有影响 当然搬锚和狼队一样 都是打团队的 打团队性 但是一定不行 而且上季季初搬锚出门就真的不错 脱脚的 大家都觉得他要降班胆 怎么知道越打越好 伊拉奥拿那套迫抢的战术 原来搬到搬锚那里又成功了 伊拉奥拿我再一次说了 前季就是前季教华力简劳的时间 是带领华力简劳成为了 即是西甲他们那时候 除了成功护级之外 也带领华力简劳成为了前季 欧洲五大联赛里面 在对方三集线成功反抢 成功率最高的球队来的 高过你霸人高过你霸赛高过你王马高过你曼城高过你利物浦 哇你简劳的 所以他将这套球搬下来 搬锚的球员用了头半季的时间适应 结果你可以说适应到 然后打出一个这么好的表现出来 这么好的成绩就算是 所以伊拉奥拿你说今个夏天没有了苏兰基 可能会进入一个真真正正 是对他用在前面不断去做迫抢的前锋 都不出奇的 可能现在已经在做东西找着 不过 因为刚好你现在搬锚本身 他还对Richard Hughes也走了 去了利物浦 所以可能管理层的变动也会有影响 如果你说预计搬锚今季成绩 我个人觉得如果他若然可以很快找到 苏兰基的接班人 或者可以替补到他的人选的话 他收回上季的成绩不难 但若然因为这样而令成绩有影响的话 随时跌多两三级都不出奇 第九队外华顿 CC队外华顿 外华顿上季 两度被扣分 但最终排第十五位 38场40分 排第十五位 尾六是冲线的 但如果不是被扣分的话 他们应该有48分 即是扣了8分 两度扣分 因为财政问题 那句就是 爱华顿 你不要管扣我的分 我还没什么 还没死得 最终也没死得 再看回爱华顿 今个夏天 他们在交易市场上 好像很活跃 签了球员回来 当然也卖走了主力 但你看回他签入的 比如奥巴恩 爱尔兰的中坚 蔡内戒尔的前锋 尼达耶等等 还有维拉的中场 年轻的中场 伊诺保南等等 都是年轻和活力 还有联士堂 拿玻璃也借入 联士堂 丹麦国脚 这些全部 你看到他们都算是 对于上季来说 他们 在需要的位置上 要增强 而同时间 走的球员 就是奥拉娜 最主要奥拉娜走了 去了维拉 5000万磅 然后宾国飞 你没说过 都成千万去到亚特兰大 杜宾那些 摆明是财技 财技 就是和伊诺保南 一换一 这个就没什么 然后你看到很多这些 其实爱华顿阵容那方面 买出了换到钱 再买入球员 看看可不可以 叫做转一回 但是其实最主要 爱华顿虽然走了奥拉娜 是重要的 真的都会很大影响的 但是是否真的 最大影响呢 不是 但是反而爱华顿 今季最好的消息是什么 暂时来说 这个年轻的中坚 班夫维特 留队 就是没卖到 没卖到给晚联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 班夫维特 上季 拍着达高斯基 表现真的令人都挺欣喜的 挺惊喜的 这个年轻中坚 在用球 和防守方面 其实都挺淡定的 不像真的只有20多岁 这样的 更加入宣国家队 只不过去到欧国杯初孙名单 就被人兜了出来 最终应该是缺选名单 被人兜了出来 但是其实来夜方长 还年轻 应该都随时会成为 英格兰防线 国家队防线 未来的主力 是有能力的 那 爱华顿的阵容 整个都被人看淡 但是呢 大致往往就適合这些球队 由当年大半尼到现在 爱华顿 互级专家 我经常说大致是一个 年轻版的大声 拿着这套球 用回他最传统那种 4-4-2 英式踢法 搞定 就搞定你 你可以说不好看 你可以不喜欢看 但是我经常觉得 英超你不会失去大致这些球 不是怎么叫英格兰超级联赛 只要有些英式踢法的球队 而最终是什么 这些踢法是实用的 你不喜欢还是不喜欢 那你就找一套方法赢他 但是你又赢不到他 又催他不将 证明了他有他的能力 他的球队有他的能力 是可以有他的位置 还存留在世上 那么大致打这些球 互级 个人觉得打爱华顿 互级绝对不是问题的实力 不过另一个隐忧是什么 爱华顿的财政 这个才是最糟糕了 根据来说 财政随时爱华顿 应该今季随时都会继续扣分 扣多少分呢 真是不知道 因为你现在不止一次的话 随时扣分比上季更多 也未必那么容易 让你上数得值那些 所以爱华顿也想起来 要尽量抢分 因为随时抢完分也不够你扣分 所以大致有能力 如果正常来说 没有任何扣减的话 大致要带你爱华顿护级 就绝对不是问题 但是如果要扣分的话 真的要看扣多少分 因为财政问题 你卖不了盘 你整个夏天也卖不了 最终那怎么办 最终还是随时 如果破产更加不用说 那如果不是破产 还是一直叫负债 或者是过不了财政公平条例 扣几分扣几分 那样去吧 哎真是 祝你好运 埃华顿 今集最后一队 那一队 阿仙奴 阿仙奴 上季在亚迪达大领之下 可以说是踢出 再比前一季更加有进步的表现 就是 其实阿仙奴在上季都坐了 在榜首都不少的时间 只不过在尾尾 真的不够曼城尼 最终 38场89分 2分之差 就是这样 塞下了冠军了 但是表现真的挺好的 表现挺好的 阿迪达大领之下 就是连阿迪达自己也有进步了 不再迷失了他那套 要那套的猜拳 要进攻 必要时做死狗 是吧 打财子球 最重要是力量性局 最重要是拿到分数 阿迪达终于开竅了 要拿冠军 必然有时候有些位置是要这样的了 阵中有些球员也打起了 譬如 华尔斯的来头 亦令中场完全改变了 华尔斯迅速成为了球队的核心成员 沙列巴加比尔这一队中坚 亦都越踢越好 Ben Weiss 这些亦都是 再加上雷耶 来到亦都改善了 即是蓝斯度过往在把关的时间不稳 再加上即使阿凯 夏域斯 你这些人从最初不知道为什么要笑咎 为什么会召唤他 为什么会召唤他 亦都会笑咎他的埋门 有什么都好 其实很多时候很多球 不是阿凯 你分钟都进不了 就是 你不要理他做助攻 有份去参与 甚至是他进球也好 起码 真的没有他的付出 没有他的参与 未必能发生入球 所以阿仙奴上季很多球员 他踢得很好 今天夏天阿仙奴收购 暂时来说不是太多 雷耶也是买断 最主要一单当然 就是卡拉菲奥利 如果你卖出的话 反过来 一些已经不是怎么用 比如艾兰尼已经放走 然后史密夫鲁维也换回钱 就是卖走了换回钱 泰华尼斯 Sambi这些 还没卖得出 但是也叫做借到 就先借出去 索尼斯这些 约换离队 当然 想说一下 卡拉菲奥利 买入卡拉菲奥利 可以阻袭 可以中坚 意大利的后防球员 在欧国杯表现出新架 打起了上位 所以吸引到阿仙奴的收购 结果真的来到 现在似乎 正选 放线上应该有他的位置 再加上上季 差不多相终整季的天靶 也复出 其实阿仙奴今季可以说齐脚 当然 你要挑剔的话 前场 是不是要有射手 射手会好些呢 入球 把握力好些 前锋会好些 因为上季其中一件事 都为人够病的 就是 把握力问题了 虽然上季也入了91球 赢了28场球91球 是不错的 但是 其实阿仙奴在一场球里 浪费的机会 也不少 每场球浪费的机会 也不少 而且很多是因为把握力的问题 即使你说奥迪加特也好 阿凯也好 薩卡仔也好 马天也好 杜莎特也好 等很多球员 不同的球员 别说打谁 别说针对谁 其实这件事也是一个问题 特别是 有些球员强强对碰 你明明把握到的话 和也会变贏 但是奈何你就是把握不到 失分就是这样 当然了 但是 现在 今时今的好前锋 难球 难球 应该看好款 也继续用着阿凯 当然 现在来说 在转每枪生之前 有传阿仙奴也会 至少 美联劳 帮西班牙 拿了今天欧国杯冠军的功臣 这个中场球员 一直都在传 传了很久 就说阿仙奴也很想他来 而他自己也想的 在谈谈 只不过是谈谈 那些转每枪 还是个人条件 那些而已 但是还未有什么 特别大的进展 所以 未知 但是随时这个位置都会有 如果美联劳来到 就令到中场 人脚调动 和踢法方面 会更加加强了实力 加厚了 可以说 阿迪达 也就是了 今季阿仙奴可不可以冲到联军军 阿迪达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他的战术的临场调动 其实严格来说 阿迪达上季有进步 但是在临场调动方面 有时 都是不得果断 其实已经好了很多 不过还是差点小位 所以这件事 就是阿迪达 在这方面 今季又再有没有进步呢 今季之后 也要看看 就正正随时会成为 阿仙奴今季成绩 的一个主要的元素 大家一个看点 好了 先看了10队 这个预测 个人都觉得 暂时看来 万成的机会也挺大 阿仙奴的其次 应该就是 当然了 刚才所说的 一些只是个人看法 你可以不认同的 一定要跟着 对不对 如果你买了最终 不中的别怪我 大哥 但是 每一集都会说 其余的10队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吗 就是 好了 今集时间到这里 喜欢这条影片的朋友麻烦 放个like和subscribe 这条youtubechannel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还有就是youtube 按钟仔收通知 正常来说有新节目和live 都会弹出来通知大家 还有就follow 我和patchel乐远浩的ig 因为逢有新节目和live的预告 我都会在ig上出post 也会等上ig story 好 我们下支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